石虎北上PK熊讚 两边都是超人气 也都各有大批粉丝 但人气王只有一个 最后石虎胜出打败熊讚 林佳龙笑得可不拢嘴 像麻花一样 最后我们会胜出 那当然是市民的认同感 跟城市的光荣感 其实也是催促了非常多人 出来投票 林佳龙说这场仗打得漂亮 但也打得不轻松 因为对手很强劲 熊讚的超人气怎么超越的 是这篇po文催票奏效了吗 po文说只要石虎花车 英雄讚就要发鸡排和珍奶 一共三百份发完为止 这个幕后催票的人 就是新闻局长卓冠婷 发现台中没有一家鸡排店 可以一次做三百份 而且不会冷掉 所以大概也分了三四家 来定啦 那都是比较靠市政府 这边的店家 想要送过来 希望不要冷掉 卓冠婷说据上次在PTT发文 是在大学时期 事隔多年重返PTT 全是为了帮石虎拉票 如今策略成功 这三百份的鸡排和珍奶 是谁买单呢 市长的随护还跟我讲说 你真的很大胆 没有问市长 你就敢这样子做 后来我就去问市长 市长可不可以 他说只要对花博宣传有帮助 他愿意被我拗 为了这场争霸战 台中市府矛起来强力拉票 石虎最后获得四点六万个赞 超越熊在一万多个 除了石虎的超旺人气 也有人说这鸡排和珍奶加石 也是功不可没 介绍资源台中报道